你肯定想不到这样腌制出来的黄瓜会这么好吃 又脆又嫩爽辣又开胃 关键是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快一根的黄瓜 准备四根来一勺过气的面粉 再来一勺清水 给黄瓜认真的搓洗一下 再用流动的清水搓一搓 清洗干净以后放到案板上面 切除掉口感不太好的头和尾 再用刀将黄瓜对半切开 再划成四份 这个时候再将刀横过来 片掉黄瓜的瓜然 再用刀尖划成均匀的八等份 再改刀将黄瓜切成长条 片下来的瓜然不要丢 搭配一点白糖也是非常的美味 给黄瓜条中加入一大把食盐 然后直接下手抓拌均匀 把食盐抓拌融化以后 放置一旁腌制30分钟 杀出里面的水分 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把香菜洗净 直取香菜根 喜欢吃辣的话可以准备六七根小米辣 掰掉辣椒杆子 然后用刀将它对半剖开 再准备一把去皮大蒜 切成薄薄的蒜片 再准备一把干辣椒用剪刀对半剪开 方便抖掉里面的辣椒籽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要想干辣椒下锅以后不容易焦 那么就将干辣椒先清洗一下 打湿以后再下锅 再准备一把花椒备用 这个时候的黄瓜也已经腌制好了 杀出了很多的水分 这个时候的黄瓜条变得非常的Q弹 对折也不会断 倒掉里面的汁水以后 再加入清水给黄瓜条抓洗一下 多放两次清水抓洗一下 抓洗掉表面的盐水 去除掉黄瓜条的咸味 抓洗干净以后将黄瓜条控水捞出 这道腌黄瓜好吃的关键就是接下来这一步 准备一块纱布 把所有的黄瓜条放到纱布里面 再将纱布包裹紧实 像揉面团一样使劲的搓揉一下 挤出黄瓜条中的水分 再倒入准备好的配料 调味加入两汤勺的白糖 再加入半勺生抽半勺醋 然后起锅烧油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下入花椒干辣椒 用油炸出香味 油热以后再将它们一起倒入碗中 戴上一次性手套将它们抓拌均匀 一个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腌黄瓜条就做好了 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腌黄瓜条 双辣开胃又脆又嫩 好了 如果您也想做给您的家人吃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